2個都超時 那你還記得當初那個 超時條款就是很成瘡 哎呦 十幾年前的事情 記得這麼清楚 余丁蜜睽違五年再次站上 小巨蛋開唱 等了這麼久的結果 就是連續兩天都沒有意外的 唱到超時了 我昨天下台的時候 看到11點多我真的是嚇到 講說不是還刪了很 我們本來的節目 我們還刪了六七首歌 然後怎麼還會超時 真的不懂 真的太會打氣夠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超時就應該罰錢 就是應該的 因為這就是遊戲規則 我們一定會乖乖的繳納這些罰金 真的很厲害 那今天因為是我自己說 算了啦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承擔 今天的罰金 不只有罰金要繳 為了這次的演唱會 他們也砸殺劇而打造 其中一個在天橋唱歌的橋段 簡直要嚇壞他們了 都是他啦 因為他們很重的部分 一開始聽到說 要到那麼高的時候 就覺得蠻害怕 因為以前的經驗 是我蠻怕高的 但這次上去 其實感覺不到高 因為在音樂裡面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那個狀況 所以以前都沒有在音樂裡面 沒有我真的覺得 那個東西真的 就是你知道 淚水有時候 真的跟靈感一樣突然 我今天就是沒有那個靈感 對 但是不代表我不真心唱歌 那昨天就是有一個 想流淚衝動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很久違的 聽到大家大合唱的聲音吧 對啊 真的不是因為手機都 看到那個 稍微有點蜘蛛淚水 但我昨天也沒有到痛哭吧 你們標題真的真的 就是 男下標題的都給我站出來 你們的文字要再精準 對 背後的時候 他那種是情緒比較豐盛 有時候 就覺得豐盛一點 最後的手包有 邊拉邊這樣子 邊拉 拉什麼 那多粉絲看 那蠻不爽的 蠻不爽的 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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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是不爽 講說那不爽是怎麼 哭屁啊 沒有啊 對我們也很不捨 都不哭不哭 眼淚是珍珠